什么大 我很少去拍淡水的东西 但是并不是说淡水的鱼虾就不好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螺氏虾 这个就是我之前在海南那边见到的 但是我是很惊讶 它这样这么大 有我的手臂一样大 是一般长的 这种一斤是80块钱 这个螺氏虾是一种大型的经济虾 在各个市场都很常见 但是我们一般见到的个头就是这么大的 所以它也叫大头虾鸭 然后长腿虾 今天师傅就教大家怎么做这个油爆大虾 这个还不错吧 在我们本地见不到这么大的 你教我怎么做 对了 这边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 我先生教我说最近有空 他说师傅最近太累了 其实这个花花草草还有再增加什么 你看有什么 这个桥 桥要重新做一下 对对对 这个桥这样子不行 我是觉得很多来这里会带小朋友 那我是觉得可以增添一些小朋友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池子 池子不是挺大的 对对对对 我是觉得可以放一些小鲸鱼之类的 然后我是看那边有一个角 可以在那个角落里围起来养一些小兔子呀 小香猪啊小刺猬之类的 大人过来吃饭 小孩子可以在这院子里面跑 这个建议挺好的 对 那你这个名字是取好了吗 都取好了 现在都挂在那里 木兰农庄 但是现在上面的那个定位还是西红农加热 我这个叫人帮你去改一下 直接改成那个木兰农庄 没有啊这个是小事情了啦 我们赶紧处理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走 我们现在把这个沙线给他提出来 我们准备剥了倒油 这是我们事先调好的那个煎包汁 这里面胡椒粉是5克 蒸抽跟煎油是125克 因为我这里面有五滴的虾 料酒是150克 白糖75克 然后煎汁给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哇 现在盖上锅盖收汁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这么大 这个肉还可以 这个是三眼饼 吃起来特别酸 就是吃起来很像小龙虾 这个大大的肉吃起来就是像小龙虾那种肉 然后吃的很过瘾啊 超酸 是不是在防耳赛 头里面的 师傅我觉得你以后可以加这道菜 这个菜可以加的 这个煎料挺好的 嗯 如果你们想吃我手上的这种超大虾 来师傅的农庄找师傅 好好吃 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咯 拜拜